南越人目标都是摆在三百三十亿万的客家族群 不过过去被视为蓝银铁票 那么这一回呢 蔡英文喊出客家妹做总统的口号发酵 才让吴伯雄急着护盘 批蔡英文是假客家人 而绿莹说 马政府的客家证件全都跳票 马总统要改变的是心意 而不是炒真假 听到蔡英文被批评是假客家人 故乡屏东封港的乡亲实在气不过 封港乡亲一面倒要替客家妹出气 但是来到苗栗马总统的故乡马家庄 却出现两种声音 至于马英九他给我们的印象 事实上他是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 那种所谓的外省人 事实上马英九跟马家庄 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关系 要在选举的时候才说是客家人 平常就应该要替客家人做一些事情 听马总统乡亲也批蔡英文骗选票 问题是中国时报在11月15号 做的最新民调却显示 认同蔡英文不会说客家话 就不能称客家妹的人 只有15.5% 不认同高达67.5% 其中客家族群还占了71% 这份民调有效样本749人 中央误差在正负3.6% 民调显示大多数人认同 客家人不一定要讲客家话 也凸显这次蓝绿大选 对客家族群的重视 目前在台湾的客家族群 还是以陶竹苗为主要重点 有252万人 中台湾有30万人 南台湾40万人 滑东地区最少大约9万人 算一算全台湾推估下来 有331万客家人 就怕客家妹做总统会发酵 让过去蓝营的铁票部队松动 也难怪吴伯雄急忙 跳出来护盘 相关的这些客家的一个证件 全部都跳票 那没有跳票的 他说他证件在做的 其实都是延续过去民进党的一个客家政策 客家的政策是在于说 有心或者无心 倒并不在于说 到底是真是假 马粪管里面 现在里面 就除了这三个马一九的小工长 然后花了多少钱 花了2亿2千万 拿出一张一张马粪管的照片 花了大钱却冷冷清清 绿营要提醒马总统 这就是对客家的真心照顾吗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万华清